日暮低垂 夕阳的余晖把整座城市 照成了暖橘色 我开着车停在了一条铁轨跟前 我叫李峰 在一家互联网企业做高管 但是那已经是截止今天以前的事了 没错 而就是你想的那样 我被中年优化了 在互联网企业中 老板们需要的永远是新鲜的血液 年轻敏捷的头脑 尤其是市场营销部门 作为当下互联网用户的主力军 18到30岁之间的用户 是所有网络公司 都要上杆子讨好的对象 我这种35岁 进公司已经12年的老东西 已经开始逐渐跟不上时代了 比起给我开一年50多万空想 企业不如用10万的年薪 去请5个了解时下 热门话题和用户痛点的 23岁年轻人 能获得的收益 不论如何都是我一个人 能给企业带来的多得多的 大多数被中年优化的同事 也都是一样的原因 明天之后 我就正式成为无业游民了 想到以后不知该去向何处的生活 我的心里就感到一阵酸楚 火车就要开来了 叮叮当当的警报音 此起彼伏 由远而近 我已经可以听到火车的 哐当哐当声 那是一辆绿皮火车 这样的列车 缓慢的速度 破旧的车身 作为客运的 功能早就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就和我一样 现在这样的列车 就只能用于货运 运在冷冰冰的货物 20年前还不是这样的 我依稀记得 就在20年前 大概也是现在这样的时候 我在老家县城火车站 送我的青梅竹马上车的时候 他坐的就是一辆绿皮火车 时间回到世纪初 15岁的我 和林如梦是一样的年纪 这是什么意思 我拿着手里的那张同学录 满脸疑惑不解地问道 林如梦俏皮地一笑 甩了甩脑后的两根大辫子 嘿嘿 不告诉你 我看着他这个样子 是又好气又好笑 中考结束 三年初中生涯 也画上了句号 我们这些小伙伴们 就开始分发同学录留作纪念 现在的年轻人 未必知道那是什么 从外观上看 很像那种老式的相册 但是里面记录的不是相片 而是一张张的纸 上面罗列着各种空白的信息 诸如姓名 生日 电话号码 家庭住址 兴趣爱好 YCQ号等等等等 同学录的中轴是可以打开的 掰开中间的圆环 就可以取下一张张空白的同学录 找到自己想要在未来 能继续保持联系的 玩得好的同学 分发出去 等他们填好了自己的信息之后 再收回同学录里 现在早已用不上这种玩意儿了 同学录 似乎也已经是一种时代的眼泪 可我初中毕业的那个年代 还是很流行这东西的 我自然是跟家里求爷爷告奶奶 从家长那里 要来了五块钱零花钱 买了一本 让初中最好的朋友们 填上了他们自己的信息 包括林如梦 也找我要了一张去填 但是 我说梦梦 咱俩真的有必要歇同学录吗 你不是跟我要去同一所高中吗 我哭笑不得地说着 没错 那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 我和林如梦 同年同月同日生 并且我们的父母本就是邻居 还出生在同一所 妇幼保健医院 这样的缘分 打着灯笼也 找不出多少跟我俩相似的 我们也从小就是好朋友 一起玩到大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我们都是同班同学 现在中考结束了 我们即将进入高中 是的 我俩考中了同一所学校 又要成为抬头 不见低头见的同学了 所以林如梦 找我要一张同学录写上 有什么意义呢 姐 你这鱼目脑袋 指望你知道什么 林如梦撇了撇嘴 有些娇称地说道 我又看了一眼那张同学录 背面的毕业赠语上 他就给我写了七个英文字母 Fsad 你说我笨 这能怪我吗 你要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 直接告诉我不就好了 打这种哑咪 我猜不出来还说我笨 林如梦坏笑了一下 伸出手 就要把那张同学录夺回去 不要啊 那你给我 我给撕了 见他当真要收回去 我赶忙缩回了手 不不不 你写都写了 我还是留着吧 这姐姐开的每一次玩笑 都有可能是真的 有一回 她告诉我把我的可乐全倒了 现在瓶子里装的都是酱油 我以为她逗我玩儿 想都没想就拧开瓶盖 喝了一大口 真是酱油 还有一次 她告诉我 我的抽屉里放了一条蜈蚣 我就更不幸了 哪有女孩子敢碰蜈蚣呢 把手往捉肚里一伸 就被那条蜈蚣狠狠咬了一口 诸如此类的例子 我能举上三天三夜 所以我就养成习惯了 林如梦同学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当真话去听 这张同学录 我可不舍得还给她 甚至 我还要当传家宝一样的 保存下去 留给我的儿子孙子 不过那一串英文字母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只是吧 你这个Fsav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就这么让我干猜 我上哪猜得到去 是拼音手字母 还是英文简写 求你了好梦梦 就给点提示吧 我陪着笑脸 不要脸的凑过去 用胳膊撞了一下她的肩膀 剪兮兮的说着 剩下时节 我们穿的都是短袖 我的手臂触碰到 她肩膀细嫩的皮肤 滑滑的 凉凉的 凌如梦没有抗拒或躲开 但是 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想知道啊 你就慢慢琢磨去吧 说着 她转过身 撒鸭子就往校门外跑去 我笑着 在后面紧追不舍 你别跑 今天你不告诉我 我就不让你回家了 且 就你那小短腿 能追得上本女侠吗 等我追到你 我一定要给你按在地上 打你屁股 哈哈那你就来呀 略略略略 美美 回忆起那天在夕阳下的奔跑 都不经常叹一气 那是我失去的青春 我已经不记得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喜欢上凌如梦的了 许是三年级 跟同学打架摔破了膝盖 她给我包扎伤口的时候 许是六年级 为了保护她 不被坏孩子欺负 被几个初中生 按在地上打的时候 又许是初二 无意间看到同桌的她 她在课桌上午睡时 那可爱 模样的时候 不论我怎么用力回想 都想不起来 但是有一件事 我是可以肯定的 从我意识到的那天之前 我应该就喜欢了凌如梦 很久 很久了 初三毕业后的暑假 也是人一生中 两个最快乐 最无忧无虑的暑假之一 但是我和大部分小孩 不一样 别的孩子 本管中考考的好不好 都会缠着父母要求 去这区那旅游度假 我则不然 从7月1日 暑假正式开始的第一天 我的假期日程表上 就只有三件事 睡觉 睡觉 还是特喵的 睡觉 我是个嗜睡如命的人 或许也正是因为 学生时代的睡眠充足 我才能长到现在 接近一米九的大高个 但是总有人 存心想搅落我的好梦 出来完 一声堪比防空警报的高河 穿过六层楼的玻璃 钻进我的耳朵 中午吃完饭还不到十分钟 我刚在床上躺下 吹着风扇 准备美美地睡上一觉 就被某个脚屎棍子 给扰乱了 小风啊 梦梦来找你了 老妈走进我的房间 敲了敲我的房门 我没龙 林如梦的声音 我听得一清二楚 但是我暗恋她 归暗恋她 要是让我再跟林如梦出去玩 和睡觉之间二选一 我会毫不犹豫 选择后者 女人 女人哪有我睡觉重要 我听到了 妈 你帮我跟她说我不想去 我要睡觉 我不耐烦地抓过下凉被 蒙住头 反正两个月后 我和林如梦 会在同一所高中继续上学 以后能见的功夫还多着呢 这个暑假 我只想睡连个月 臭小子 你总不能在家睡上两个月吧 老妈还真就看穿了 我心里在想什么 一把掀开了我身上的被子 大小伙子 天天窝在家里睡觉 像话嘛 我不 中考前半年我都没睡过一个好觉 我要补回来 嗨呀 那也要有个度啊 从早睡到晚像话嘛 我就要从早睡到晚 起来起来 跟梦梦出去玩玩 妈给你二十块钱 你看随便买点 老妈前面说的话 对我都丝毫没有诱惑力 但是最后这句话就到位了 我疼得一下坐起身子 一把抓过老妈递过来的二十块钱 好嘞 谢谢老妈 我去了 我把拖鞋一丢 穿上一双凉鞋就出了门 隐约还能听到老妈在后面喊着 要早点回家 不准下壶游泳 别惹事晕晕 我全都听不到了 满脑子只想着 这二十块巨款要怎么花 更正一下 凌如梦 睡觉 二十块钱 这三件事里优先级最高的 当然是二十块钱 睡觉 睡觉能赚几个钱 我一溜烟跑下楼梯 那张二十块钞票 已经进入我的口袋里了 今天凌如梦穿的是一身 洁白的吊带连衣裙 戴着一顶淡黄色的宽边帽 初三那年 不少女孩子的身材 已经开始发育了 凌如梦也不例外 吊带裙的胸前 隐约能看到鼓起一块 小和财路尖尖脚 只是那时候 我的大脑还会开化 几乎是什么都不懂的状态 梦梦 让你久等了 我笑得欢天喜地的 挥手跟凌如梦打招呼 却见她直接对我伸出了一只手 我愣了一下 你 你是啥意思 拿来吧 哈 什么拿来 阿姨给你的零花钱啊 分我一半 我当时吃了一斤 活见鬼了 这姐姐是怎么知道 我妈给了我钱的 而且还这么大大方方的药 我分她一半 更觉得还在后头呢 你就别用那张傻脸看着我吧 凌如梦面无表情 淡淡说着 可别像糊弄我说 阿姨没给你钱啊 我太了解你了疯子 要是没有零花钱的诱惑 你才不会从床上爬起来呢 要是我没猜错 你刚才准备睡觉对不对 得 凌如梦百分之百是在我肚子里 放了个能远程传递信息的蛔虫 我哭笑不得 从口袋里掏出那张二十块 是是是 灵大侦探 我妈给我钱了 但是你看 就这一张二十块 要不我撕一半给你 我当然不能真撕 单纯是嘲讽她的 贪得无厌的小妞 凌如梦却不知道 是没听出我在嘲讽她 还是听出来了 却懒得跟我计较 抓起我的手臂就走 没关系 咱们去小卖不好了 你请我吃一个三色杯就行 三色杯这种雪糕 现在也还有卖 但是放在二十年前 那可是妥妥的奢侈品 我们小孩子 大都只舍得买五毛钱的棒冰 最多买一块钱的巧克力冰棍 两块钱的三色杯 那是除非有人请客 才舍得吃的好东西 凌如梦是卯足了金 要宰我一顿了 有时候 我怀疑她是不是知道 我喜欢她 所以才对我那么厚颜无耻的 总提无理要求 我还回回都惯着她 我被一路拖着去了小卖部 按照她的要求 给她买了个三色杯 自己却只买了一根棒冰 坐在小花园里的长椅上 凌如梦立刻就心满意足地 吃了起来 我看了看手里的棒棒冰 又看了看她的三色杯 感情不是花你自己钱 我小声嘟囔了一句 凌如梦耳朵贼好使 我自己都没听清 她听到了 扭头看着我 嘴角还挂着 一小块草 没口味的雪糕 你说什么 啊 没什么 嘿嘿 你是不是也想吃我的三色杯 什么你的三色杯 那是我买的 好了好了 我知道你想吃 听凌如梦这么一说 我立刻喜出望外 当真 你愿意分我 我话才说了一半 就哑然失声 笑容也僵在了脸上 凌如梦侧着脸 把嘴角沾着的那块雪糕 凑到了我的面前 来 吃吧 只准舔一口傲 不知道诸位 有没有见过 那种老实的烧开水壶 就是那种 要夹在火炉子上 用火烧开的水之后 会发出吃 得一声笑叫的那种 我很确定 当时我的耳朵里 就是听到了这种声音 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 一直红到耳朵根 红得发烫 在太阳的炙烤下 似乎还在冒着热气 看我被逗的 这副面红耳式的样子 凌如梦突然笑了 哈哈哈哈 你也太不经逗了 疯子 真好玩儿 回回逗你 都感觉你像个傻子一样 真好 跟你分到一个高中 以后就可以继续这样 天天逗你了 哈哈哈哈 我看着她 笑得前仰后合的样子 忽然气不打一出来 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家的 怎么这么喜欢搞恶作剧呢 我还以为 只有我们男孩子皮得要死 怎么连你这看着 嘶嘶吻吻的小姑娘也是 还没等我把话说完 凌如梦忽然收起了 所有的笑容 一本正经 十分严肃地看着我 你真想知道呀 我愣了一下 想知道什么 还能有什么 当然是问你 想不想知道 我为什么经常捉弄你 呵呵 你要好意思说 那你就说呗 这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 凌如梦大大方方地甩了甩头发 放下手里的三色杯 水凌凌的大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我 轻薄地嘴唇微张 因为我喜欢你 轰 仿佛有一声惊雷 在我的头顶炸开 这一记炸雷 直接把我的耳膜都给炸穿了 我什么都听不到 只能听见耳朵里 嗡嗡嗡的耳鸣 你 你说什么 我差点惊掉下巴 用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他 哈哈哈哈哈哈 上当了 上当了 疯子 你又上当了 真是笑死我了 我说什么 你就信什么呀 傻不傻呀你 好家伙 我特么直呼好家伙 这短短的两分钟时间里 凌如梦这丫头 就已经拿我开涮两次了 是这一次 我都来不及脸红 因为我当真了 刚才让我舔她嘴角的血高 我还在心里嘀咕 是不是在逗我 只是这么一犹豫 就不自觉地脸红了 这一次不一样 我知道 凌如梦是不可能喜欢我呢 因为她有喜欢的人 只可惜 那个人不是我 可越是我的心里 无比的清楚这一点 当听到她说出 刚才那句话的时候 就越是无比的期盼 是真的 人都是这样 总喜欢把一些泡沫 当作现实 你是觉得我傻 才喜欢捉弄的 我知道啊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你 你知道吗 这些话 我只敢在心里想一想 却不敢说出来 就在我发呆的 这么会儿功夫里 不知不觉间 我手里的那个 五毛钱的冰棒 已经化掉了 整块冰 直接掉在了地上 化成一滩水 看着地上的水渍 我有些怅然若失 凌如梦这辈子 都不会知道我喜欢她 这个有些甜蜜 又有些苦涩的秘密 我或许会带进坟墓里吧 这样想着 我叹了口气 你吃好没 吃好了 咱们就 我刚想开口 却看到自己的眼前 伸过来了半碗三色杯 知道你想吃 给给给 拿去吧 小馋猫 在太阳的暴晒下 雪糕已经化了不少了 就像我的心里一样 也挺不错的 她不知道我喜欢她 我也不会告白 只要不告白就不会被拒绝 只要不被拒绝 我们就永远都是好朋友 这样也就足够了 当时的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只是我还不知道 自己的想法 有多么的天真 吃快点 吃完了咱们去玩儿 今天上哪玩呢 随便吧 我都可以 要不去后面的沙场玩沙 一 太脏了 我不要 那你又说随便 我是随便呀 听你的 我们就这样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 时至今日 我都想不太起来 暑假的第一天 我们去哪里玩了什么了 反正最后肯定是她定的就是了 我回来了 晚上六点三十分 我推开了家门 疲惫的在沙发上一屁股坐下 我妈走了过来 一巴掌拍在我的头上 臭小子 洗手没啊 浑身脏的 跟在泥地里滚过似的 就往沙发上坐 快去把手洗了 换身衣服 马上开饭了 哦 我应了一声 拖动着浑身酸疼的肌肉 去厨房洗了手 换了身还算干净的衣服 来到餐桌边坐下 一旁的老爸正在看晚间新闻 随着暑期的来临 少年文化公组织的 野外生存夏令营的报名 也即将截止了 根据本台记者接到的消息 由于今年的夏天 比往年更加炎热 今年报名参加夏令营的 学生数量不如往年 记者采访了青少年生长发育专家 根据专家的建议 青少年最好还是不要在家里 整天吹空调 还是应该多到户外走一走 运动运动 电视里正好放到这一段 老爸转头看了看我 指着电视屏幕 语重心长的说道 看到没 小子 不要一到暑假 就想着每天在家里 吹空调睡觉 不多出去运动运动 怎么长大高个儿呀 要是以后个子爱 找不到女朋友 那还得了 我撇了撇嘴 小声的嘟囔了一句 那我这不是刚从外面 玩了一下午回来吗 这句话我说的声音很小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 女生的听力都要比男人好 我妈清楚的听到了我说的话 把一碗饭重重的放在我的面前 你小子还好意思说啊 今儿个下午 要不是我给了你二十块钱 你能愿意出去玩 我可告诉你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下不为例 我总不可能每天都给你钱 就为了哄你出去玩吧 我妈的这一句话 就像在我的头顶 灌了一桶冰水 凉凉 下午的时候 我还在心里 每滋滋的琢磨着呢 要是每天能拿到二十块钱 这一个夏天 我就能拿到一千两百 就算是被凌辱梦 那丫头骗子 Kion走一半 那也还有六百块呢 这白日梦 我做了还不到半天就结束了 看着我没精打采的样子 老爸似乎猜出了我心里在想什么 摸了摸 我的头 笑容可惧的说道 这样吧 小峰 刚电视上说了 今年报名参加夏令营的人不多 过两天啊 我和你妈给你报个名 让你去参加夏令营 你要是能拿一个 优秀野外生存小专家的奖章回来 爸就奖励你一千块钱 当年夏令营都喜欢搞这一套 每天都会给参加夏令营的小孩子打分 到了夏令营结束的时候 统计总分数 排名靠前的小朋友们呢 就可以获得一个金灿灿的大奖章 小孩子妈 就是喜欢炫耀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 每年去参加野外生存夏令营的小孩 有一半以上 都是奔着那个大奖章去的 我不一样 前面就说过了 我只喜欢睡觉 所以自从六年级的时候 爸妈给我报名参加了一次 我足足在夏令营里睡了一个星期之后 他们就再也没有让我参加过这个夏令营了 本来妈 要我说也是 夏令营的帐篷 睡得可难受了 还不如在家里睡 但是这一次情况又不同了 我听到老爸说的话 两眼直冒光 爸 你说的是真的吗 那咱们一言为定了 你可不准反悔 我满脸狂喜的说道 老妈也坐在了桌边 翻了老爸一百眼 就你是好人 总这样 可别把小枫给惯坏了 爸和我对视一眼 那眼神中充满了男人的默契 怎么叫我总是这样啊 这不是第一次提出这样的建议吗 就是 我爸只是提个建议 老妈 你看你激动吧 小枫 你也要借这次机会证明给你妈看看 你可不是天天只会在家里睡大觉的男孩子 那不必须的币吗 老爸 你就等着我把奖章带回来给你看吧 看着我们父子俩这一唱一课的样子 老妈也忍不住扑斥一笑 行行行 就依你爸的 这孩子真是钻钱眼子里了 以后本B是个大资本家 初中的时候历史科学了 从工业革命开始 资本家是如何压榨和剥削工人的劳动力的 所以对那时的我来说 将来要成为一个资本家 是一句很不好听的骂人话 长大了才知道 那原来是最高的希望和期许 一日 早上一起床 我就跑出了门 到了凌如梦的楼下扯着 嗓子大喊凌如梦 出来完 就跟昨天凌如梦催命一样 叫我似的 别无二致 喊了一声 没动静 我接二连三的喊了四五声 这才看到从四楼的阳台里 探出一个小小的脑袋瓜 疯子 你真疯了吗 你不看看现在才几点 是刚过七点呢 这大清早的 你在下面鬼吼鬼叫干什么呀 我满脸坏笑的看着他 那 可别怪我没告诉你啊 从今天起 你要陪我一块 每天在外面玩上至少八个小时 锻炼体能 要不然啊 你就待在家里吹着空调 后面有你后悔的时候 和凌如梦相处着久了 我也大概摸清了这女孩子的脾气 她是鼠虑的那一种 你让她干什么 她偏不干 你不让她干什么 她偏要干 所以久而久之 我也就明白了 要达成什么目的 就得故意对她反着说 被我这句话这么一击 呵 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 天天只知道睡懒觉啊 大懒虫 你等着 我现在就下来 请叫我计划通 为了一个月之后的夏令营 我必须要从现在开始 就每天玩够至少八个小时 这样一来 到了夏令营的时候 我才能有充足的体能 完成各项夏令营的考核 该说不说 现在回忆起来 那好像就是二十年前 最早的内卷了 上百个小朋友 为了争抢前三名 能拿到大奖上的名额 有不少小孩 都跟我一样拼命封玩 提高体能 在那个娱乐设施匮乏的年代 这就是我们 暑假过的最有意思的方式之一了 凌如梦跑下了楼 穿着一身鲜艳的小碎花裙 一个大跳步在我面前站定 老实交代 你刚才说我会后悔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歪嘴一笑 你想知道啊 嘿嘿 就不告诉你 来追我啊 说着 我撒鸭子就往前跑 按照我的预想 为了抓到我 逼我说出事情的真相 凌如梦就会在我后面 跟碾狗一样碾我 这样一来 不就锻炼了体能了 但是当我跑出了二三十米 再一回头 却看到她已经扭身 往单元门的方向走去了 别别别 梦梦 你别走 我说 我说还不行吗 别叫我计划通了 叫我丢脸通吧 我先前的那种预想 只有凌如梦用在我身上 才有可能 我对她用是一点多不好使 她就是这样 把我吃得死死的 无奈之下 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告诉了她 自己要参加夏令营 这小姑奶奶听完之后 眉飞色舞地来了一句 真的吗 那我也要去 我愣住了 你 你去干什么 当然是监督你啊 嗯 就你那德行 去了夏令营 最多干一天的活就顶不住 后面六天就全都睡觉了 要确保咱们能拿到 你爸奖励的一千块啊 还得有我在你后面盯着 草点太多 我一时间不知道 该从哪里开始下口 以至于大张着嘴 傻乎乎地在那愣着 所以我李峰 在他凌如梦的眼里 到底是个什么人啊 还有 什么叫做 咱们能拿到我爸奖励的一千块 虽然我自己也想着 让凌如梦帮我训练体能 然后在夏令营里摘下大奖章 拿到一千块奖金之后 分他一半的 但我主动给归我主动给 他这直接默认有他一半 那就是另一码是了 等等等等 咱们把话说清楚哈 首先 那是我爸奖励给我的一千块 我分你一半 只是因为你想让你陪我训练体能 几次 梦梦同 智 你不觉得以你这永远用不完的经历 如果也参加夏令营 前三名的名额就必然要少一个了吗 凌如梦低头沉思了一会儿 似乎是很认真地在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很快就抬起头 重新浮现出美滋滋的笑容 没事 我会注意让着你打的 更何况如果实在不行 你指望不上啊 我就自己拿一个第一名 把奖章给你带回去 到时候你就说那玩意儿是你得的 找叔叔领奖不就好了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虽然这主意有点馊 而且显得我很没骨气 很没出息的样子 但是 没关系 骨气值几个钱 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和凌如梦积了个掌 但是我还是想尽量靠我自己的能力 能拿到前三名是最好 所以思来想去 我还是坚定地说 这个办法 就做个备选吧 这段时间你还是要陪我做体能训练 我还是想靠自己的实力拿到前三名 听我这么一说 凌如梦忽然瞪大了眼睛 就好像第一次见到我一样 满脸的难以置信 天大疯子 这是我认识你这十来年里 听你说过最有志气的话了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被自己暗恋的青梅竹马夸了 但是夸的却是这种让人有些悲哀的话 你这是夸我 还是损我吗 嘿嘿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算了 不管了 那咱们就走着吧 陪我一起跑步 说着我就想要开始往前奔跑 但是刚迈出去一只脚 就被凌如梦拽住了胳膊 等等 你先别急 要做体能训练啊 这么瞎跑是没有用的 跑一会儿就没力气了 对于你这种常年懒散惯了 没有做过正经体能训练的人来说 还是要循序渐进的好 他这是三句话不理损我 好像不贬低我几句 就没法好好说话了一样 我哭笑不得地看着他 好好好 那不知道林教练有什么高张没有 好像就知道我会这么问一样 凌如梦一扬眉毛 那是当然 跟我来吧你就 说吧 他就拉住我的胳膊 带着我往反方向跑了过去 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 在小区的南门后面有一片池塘 说是池塘 其实是以前建筑工地挖出来的一个大坑 经过了几次暴雨之后 就形成了一片野湖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那天还是因为我们去得走 要是到了下午 就会有很多小孩子 不听家长和老师的劝告 脱光了衣服 跳进去游泳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 在那样的湖里游泳 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但是我们小时候 哪里顾得上这么多呢 那一片野湖 就是我们最好的免费游乐场 这就是你的好主意 站在野湖边 我看着凌如梦 他得意洋洋地拍了一下我的后背 当然了 快脱衣服吧 下去在湖里有个石圈在说 我刚开口想要说点什么 没想到凌如梦这妮子 居然直接动起了手 先是上衣 再是短裤 三下午除二 就把我扒得只剩一条内裤了 你 你干什么 我修得满脸通红 捂着自己的裤裆冲他喊道 有一说一 我们男孩子到了午饭过后 来这片野湖游泳 都是这样 脱得只剩一条裤衩 甚至有的豪放不羁的哥们 还会连裤衩子都脱掉 就这么像下饺子一样 光着屁股跳进湖里游泳 之后也会有女孩子过来经过湖边 看到我们发出一阵怯笑 但是我们还真没有男生 因为这种事情害羞过 且不说那个时候 知不知道什么叫礼仪廉耻 就算是知道 为了那粮也就无所谓了 可当着凌如梦的面 脱得只剩一条内裤 不对 纠正一下 是被他亲手脱的 只剩一条内裤 这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凌如梦看着我光溜溜的样子 笑得像花儿一样灿烂 甚至直接伸手在我的屁股上 拍了一巴掌 你个大男孩子还害什么羞 我听我爸说 咱们家以前住平房的时候 住门对门 那慧儿你爸你妈经常带着你 在家门口摆个澡盆子 就那么给你光着屁股洗澡 要说呀 我那个时候 就把你全身上下都被看光了 我都不知道 凌如梦一个女孩子 说这些话的时候 为什么不害臊 只能羞愤交加的小声嘟囔着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那会儿 咱俩还不记事呢 许是被我的扭扭捏捏 弄得不耐烦了 凌如梦干脆把我的后背一推 直接把我推进了湖里 废话真多 赶紧开始 我给你数着 游不到十圈 你可不准上来 要是游不动了 你就不断地想想 一千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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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我大概能猜到 他会干什么 提前憋了一小口气 这才没有被抢到 从水里露出个脑袋 我看着的在岸上 笑脸如花的凌如梦 怎么 凌教练你不下来吗 都到了湖边了 只光我一个人在这里练 你在岸上看着算什么事 干脆点 你也脱光衣服下来吧 花 我花音都还没落下 就看见凌如梦 捡起了岸上的一块石头 砸在了我旁边的水里 也不知道他这算杂的准还是不准 那块石头落水的位置 距离我的肩膀 大概就只差个五厘米 你再敢胡说八道 下回我就朝你脑袋扔了 别废话了 快点开始游 你再不开始 我可要朝你扔石头了 于是 暑假刚开始的第二天 从早上七点半 一直到中午的十一点 都被这位林教练逼得 在那个野湖里不停地滑动水面 那是我这辈子最累的一天之一 每当我游不下去了 向他求饶想要上岸 林教练 就会十分严厉地 举起手里的石块 虽然我知道 他不会真的砸下我的脑袋 也很难说 那片野湖足足有一个 标准足球场那么大 十圈 基本就是三千米 那个上午 我游了三十圈 当我筋疲力竭 像哈巴狗一样 喘着粗气爬上岸的时候 林教练才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嗯 很好 走吧 回家吃饭 下午继续 有时候啊 人不逼一下自己 真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潜力 就好比那天 我不被凌卢梦逼着 绝对想不到 自己能在水里游一万米 实在不会再有力气游泳 光是想想就已经足够绝望 我也没办法提起勇气 做出接下来的事 梦梦 我重新把身子泡在水里 朝他喊了一句 就在凌卢梦 回头看我的一刹那 我用双手 咬起一大盆水 直接朝他泼了过去 这就是传说中的 水盾 胡你一脸之术 效果拔裙 瞬间凌卢梦的上半身 就被水打湿了 他信念圆征 大张着嘴看着我 你 疯子 你 你活腻歪了吧 啊 凌卢梦是被气急了 弯下腰就开始不断地 在地上捡小狮子 捡了一个 两个 都还不够 看样子 他是准备捡起一大把 然后天女散花般向我砸来 确保能够准确命中我的脑袋 我也不知道 纳慧儿自己是怎么想的 忽然头脑一热 飞快地窜上岸去 明明刚才 我因为游了近万米的泳 有些筋疲力竭 浑身肌肉酸痛 但就是不知道 纳慧儿哪来的力气 直接从背后 抱住了凌卢梦的腰 现在换你 快点儿的 现在就开始 以后不玩三十圈 别想上岸 我嬉皮笑脸的说着 一弯腰 也从地下捡起一个小石块儿 有样学样的 扔向了他旁边的水面 这就是我后来虽然身高足够 却也没有参加任何篮球社团的原因 我的准头简直太差了 明明瞄准的是凌卢梦旁边的水面 然而 棒 好听吗 好听就是好头 那枚不大不小的石块儿 不偏不倚地砸中了凌卢梦的脑门儿 我当时吓得魂都飞了 站在岸上待了几秒 听见凌卢梦很用力地抽气了一声 呜 紧接着 哇 就是嚎啕大哭 我发誓 虽然凌卢梦是个女孩子 而且看着就柔柔弱弱 但那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 也是几乎唯一一次看到她哭 我浑身一哆嗦 赶忙跳进了水里 扑腾着来到她的身边 对不起 对不起 梦梦 我不是故意的 我 我是想让你旁边的水面的 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你 我不是真的要 我慌里慌张地解释着 事实证明 我又一次天真了 上一秒还在痛哭流涕的凌卢梦 眨眼的功夫 就转而化成了满脸的坏笑 疯子 你又上当了 看姐姐我怎么收拾你 我猝不及防地 被她从水下伸出的双手 按住了脑袋 直接被按到了水面下面 这次我是没有任何防备的 呛了一大口水 拼命扑腾着双手挣脱 把头浮出水面 就是一阵狂渴 可嗨嗨嗨嗨嗨嗨 凌卢梦你大爷 嗨嗨耳边 再次响起了凌卢梦 银鸣般的笑声 不知为何 这个天真浪漫的笑龙 把我也给传染了 我看着她 自己也嘿嘿嘿地笑了起来 野狐的水面上 扶着两个小脑袋 一对青梅竹马 身子泡在水里 笑声此起彼伏 悠扬的笑声 随着风卷入高空 时至今日 回想起来 那也是我的童年 最快乐的日子之一 不仅仅如此 不知道笑了多久 或许是几分钟 又或许是几小时 几天 几个月 几年 凌卢梦的笑点很低 她一直在大笑着 我率先止住了傻笑 梦梦 我们 刚一开口 半句话都还没说出来呢 我却突然 哑然失声 有两个东西 吸引了我的目光 青春期发育的女孩子们 多半都会穿一种 类似于运动内衣的纹胸 然而 那一天 凌卢梦没有穿 湖水彻底浸透了她的全身 那条纱织的裙子 就显得更加的透明 我能清楚地看见她的胸前 严禁于此 懂得都懂 我就像变成了一个木头人 傻呆呆地飘在水面上 一动不动地盯着 直到片刻后 凌卢梦也笑够了 这才抹了一把脸上的水 开口对我说道 疯子 今天你算是把我也拉下水了 冲着你这份勇气 姑奶奶决定了 下午不逼你来游泳吗 等明天早上 还是今早那样时间 你在看什么呢 糟了 听到她突然话风一转的提问 我赶忙把视线从她的胸前一开 看向她的脸 啊 我没看什么 我就是 有很多东西嘴上说是没有用的 无论我再怎么辩解 我那红的跟猴子屁股一样的脸 都彻彻底底地出卖了我 那一瞬间 我的耳边 响起了呼呼风声 一双纤细的手掌 却以雷霆万钧的气势 挟卷着阵阵净风 朝我的脸扇了过来 啪 好听吗 好听就是好脸 李峰 你个臭流氓 我讨厌你 凌卢梦捂着自己的胸前 发出了一声几乎刺破我耳膜的尖叫 哭喊着上完 抹着眼泪 头也不回地跑开了 可能是因为被他恶作剧 捉弄得太多次 我一时间有点分不清那是真哭还是假哭 毕竟就在几分钟前 他才无泪干毫了几次 把我饮下了水 事后想想 那第二次应该是真哭吧 因为我分明看见 他的眼角里流出了几滴 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 闪着惊光的泪水 我不记得那天 自己后来又在水里泡了多久 只记得当我回到家的时候 整张脸都还红得发烫 午饭时间早就过了 老爸老妈把我臭妈了一顿 但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不光是中午 整个下午 整个晚上 我好像都红着一张脸 没了魂儿似的 心里只有一个担忧 完蛋了 我真的被凌辱梦讨厌了 因为自己年少懵懂 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那一晚 是我睡觉狂魔里风 生命中第一次失眠 第二天早上 我脸上的红颜色总算是退掉了 取而代之的是两个熊猫眼 和厚厚的眼袋 我爸我妈看到我那父 一看就是失了眠的样子 争先恐后地跑到观音像面前 虔诚地对着观音菩萨祈祷着 希望自己的儿子不要得什么大病 太夸张了吧 哪有这么严重的 看着爸妈借连烧香的样子 我在心里暗暗吐槽了一句 随便胡乱爬辣的几口早饭 就出了门 也许 我应该去找灵如梦道个歉 毕竟昨天那件事 也不是我故意要偷看它 那真的是个意外 这样想着 我来到了灵如梦家楼下 站了半天 却始终没好意思喊出声 纠结了半天 我还是走进了单元楼 站在他家门口又犹豫了半天 这才轻轻地敲响了房门 来了 是谁啊 很快 灵如梦的妈妈打开了门 一看到是我 立刻洋溢起了和哀可亲的笑容 是小枫啊 来找我们家梦梦玩吗 梦梦 小枫来找你了 我看着伯母转头往屋子里喊了一句 却没有反应 这孩子 跟你说话呢 梦梦 你听到没有 小枫来找你了 这一次 总算从里面的房间 传出了灵如梦的声音 来了来了 随着话音落下 灵如梦打开了房门 从屋里走了出来 穿着一件黑色的T恤和黑色的短裤 不错嘛 疯子 没想到你今天还挺守时的 那咱们走吧 灵如梦的妈妈还在后面盯住我们 要注意安全 不要随便吓唬游泳什么的 我都没顾上厅了 她也一样 随口答应了一声 就走在前面下楼 我隔着几步远跟在她的后面 一直低着头 不敢看她 简单的三个字 她在心里却无论如何都说不出口 走出单元门 灵如梦这才回头看了我一眼 你今天这是咋了 疯子 怎么魂不守舍的 我在心里想着 我为啥这么魂不守舍的 你还不知道吗 一想到昨天那尴尬又暧昧的一幕 我的脸不知不觉又红了起来 我 我张了张嘴 却感觉对不起三个字卡在喉咙里 死活说不出 看我这纠结扭捏的模样 灵如梦黑黑一笑 先不说这个 你猜猜 我今天里面穿的是什么 我的耳朵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是我听错了 还是她刚才真的说 让我猜她衣服下面穿的是什么内衣 这啥情况啊 梦梦 我 对 对 对不 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决心认真道歉 没想到灵如梦又干了一件 让我瞳孔地震的事情 她直接掀起了自己T恤的下摆 当当当当 我吓得浑身一哆嗦 感冒捂住了自己的双眼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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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梦我昨天真不是故意要偷看你了 那真的是不小心的 你千万不要生气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灵如梦的举动 让我以为她是在故意嘲讽我 昨天偷窥她的行为 给我吓得也不害羞了 也不纠结了 我一口气像机关枪一样的 喷出这么一大段道歉 我还以为等我道歉完了 灵如梦仍然会不解恨的 给我脑袋帮帮来上两拳 但是 并没有 疯子 你在说什么呢 乱七八糟的 把手拿掉 我让你看看 我以为她还在嘲讽我呢 哭笑不得的说着 怎么着也不敢放下双手 你就别业于我了 梦梦 我真的不是故意偷看你的 我以后不敢乱看了 就在这时 灵如梦突然抓住了我的双手手腕 虽然是个女孩子 但力气可真的是不小 就这么硬生生的把我的双手 从眼睛前面拿了下来 你到底要像个小姑娘似的 害羞扭捏到什么时候啊 我让你看 你就看看吧嘛 怎么样 这件泳衣好不好看 泳衣 我愣了一下 这才敢把眼光 放到她掀起来的T恤下面 在那些黑色T恤的下面 是一件纯白色的连体泳衣 富有弹性的面料 紧绷着她曼妙的身材 嘿嘿 这样我就可以陪你一块下回游泳了 怎么样 很好看吧 早晨的太阳并不是很毒辣 但我却总感觉自己浑身 都被太阳晒得发红发烫 头顶冒着热气 用蚊子哼哼一样的声音 小声地点了点头 好 好看 我注意到凌如梦的小脸 似乎也升起了一抹微微的红韵 但是很快她就转过头去 没再看我 行了 那昨天那事就算这么过去了 说起来也不全怪你 毕竟你是个男孩子嘛 我十分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勺 和凌如梦肩并肩 往小区门后的野狐走去 那 你真的不顺我气了 本小姐的气量可大着呢 谁像你啊 那么小度极长 好好好 是是是 多谢凌小姐的宽宏大量 对了 你的头没事吧 我不小心打到了你的 你说那小石头 当然没事了 我可是练过铁头弓的 就你那点力气 破我的房都够强 在朝阳的晨辉中 我们并肩漫步着 仔细想想 后来 不管是上高中 还是上大学 我都好像没什么桃花院了 现在想想 或许就是初三毕业的那年夏天 我的桃花就已经耗尽了 在那之后 我的生命中 再也没有出现过那样一个 清纯美丽又热情开朗的女孩 会甜甜地笑着问我 她的泳衣好不好看 会和我一起在一片野湖中玩耍 嬉戏 试着玩得太疯 太累了 还会吵着让我背着她回家 一整个七月 我都是这么度过的 每天早上吃了早饭 就出门和凌如梦一起 倒也湖里游泳 悬然不顾每天早上出门前 父母哭口婆心叮嘱我们 不准下火的忠告 游泳还真的是锻炼体能的好方式 起初我游不到十圈 就开始气喘吁吁 经过林教练一个月的特训 我游三十圈都不带喘呢 随着八月的来临 夏令营也如期而至 是时候验证这一个月特训的成果了 夏令营的前几天 没什么好说的 嗯 主要就是一些日常的活动 白天比赛 爬山 下河抓鱼 有了凌如梦陪我进行了特训 我的体能比起中考之前 那是突飞猛进 几乎所有的小比拼 我都能拿下前几名 眼看着 距离拿到那个野外生存 小能手的大抢章 紧一步之遥 我和凌如梦都高兴得跟什么似的 仿佛看到十张红颜色的钞票 正在向我们招手 时间很快来到最后一天 明天一早夏令营就结束了 今天晚上会举行勾火晚会 所以今天的考核任务 也是我们最后一个能得分的项目 就是比赛捡柴火 两个人一组 捡到的柴火 放到称上称 哪个小组捡到的柴火最多 就能得到最高分 这已经是所有夏令营的 各种野外生存培训项目里 最简单的一个 毫无技术含量 到处捡小空木枝 捡得越多越好 我当然是和凌如梦一组了 跟在他的后面 我一直在心里计算着 自己这些天的总分数 怎么算都能排到前三名 但我还是忍不住算了 一遍又一遍 总担心自己算错 和大奖章失之交臂 行了 你就别算了 这一早上你都算了七八回了 你要是真这么担心 自己分数不够 咱们多捡些柴火 再加上一大笔分 不就稳稳的了 凌如梦看出了我的心思 愉快地笑着说 这当然是没毛病的 我们要想办法 捡到最多的树枝 拿下最后一次加分的机会 但是 你说的轻巧啊 营地附近就这么大点地方 咱们如果动作慢一点 不就会被他们 把树枝捡走了 话说你这是准备 带我上哪儿溜达去 不知不觉间 我才发现 自己跟着凌如梦 已经走出了至少二里地 回过头才发现 营地的大帐篷的尖尖 几乎都要看不见了 凌如梦满脸淡定地说道 所以啊 这就是本小姐的策略 如果咱们就在营地附近捡柴火 那就得跟他们抢有限的资源 但是 如果咱们往山上走一点 那里不仅灌木丛更多 有更多的柴火捡 也没有什么人跟我们抢 我看着四周逐渐已经没有路的丛林 心里忽然有些担心起来 这话是没错 但是 我本来想说 但是如果我们走得太远 万一在山里迷了路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的这个夏令营 在距离市中心三十多KM外的郊区 一片山脉连绵不绝 海拔也没多高 但是很少有人来这里 如果我们在山里迷了路 那恐怕直到饿死都不会被人发现 而且 从小我们就听大人说 这片山区里有野猪出没 要是迷了路 估计还没等饿死 就会变成野猪的一顿美餐 凌如梦倒是一点都不担心 满不在乎的摆了摆手 行了 小可 怎么得了 我问过小伟哥了 这片山上根本没有什么野猪 早几年他参加夏令营的时候 也都是往山上走 走到深处去捡柴火 只要确保随时回过头 还能看得到夏令营的大帐篷 就不会迷路 这句话看似平常 但是我听在耳中却觉得无比刺耳 明明凌如梦的声音很好听 但是他说出小伟哥三个字的时候 我的耳朵就好像被小针扎了一样 你是说小伟哥 对啊 小伟哥回来了 你不知道吗 我上哪知道去 这些天不是一直在跟你做游泳训练吗 小伟哥是上月底回来的 听说我们要参加夏令营 还给了我很多建议呢 记得我前面说过 凌如梦有喜欢的人 没错 就是小伟哥 叶伟比我们大四岁 小时候住平房 我们这一片的小朋友都把他当做好大哥 他也像个孩子王一样 从来不嫌弃我们年纪小 经常带我们一起玩 三年前 他去了国外上高中 想来 今年他已经年满18岁了 我说怎么总感觉 你最近一阵子特别开心呢 原来是小伟哥回来了 我的心里突然有点失落 凌如梦也听出了我语气里奇怪的味道 扭过头 有些玩味的看着我 对啊 小伟哥回来了 我能不高兴吗 他给我讲了好多在国外的故事 我都听入迷了 从小我就觉得小伟哥特别帅 总感觉他现在在国外上了三年学回来 变得更帅了呢 他这话 仿佛就是故意说给我听的 这也是我怀疑 凌如梦知道我喜欢他的原因 每次提到小伟哥 他总是会在我面前表现出 对小伟哥格外的痴迷 好像故意想看我吃醋的样子似的 好啊 小伟哥回来了 好 那等夏令营结束 我们一起去找他玩吧 虽然我的心里十分不是滋味 但是嘴巴上还得表示出 对小伟哥的友好 总不能让凌如梦看扁了我 他笑嘻嘻地看着我 似乎是觉得刚才逗我逗的 还不够过瘾 哎呀 小伟哥现在真是又高又帅 将来我要长大了 也要嫁给小伟哥那样的男孩子 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等我长大 会不会先谈了女朋友结了婚 要是那样的话 凌如梦还在不断地挑拨着 我心底的醋坛子 但是说到一半 却突然戛然而止 停下了脚步 我一个眉流神 险些撞在他身上 哎呀 你好好的 怎么突然不走了 拍了一下他的肩膀问道 哟哟 凌如梦突然面色煞白 浑身颤抖着 抬起手指向前面 有什么东西 我瞅瞅 顺着他颤抖的指尖指向的方向 我瞄了一眼 因为我们已经走到了半山腰 这里几乎是没有路的 我们是在各种棺木丛中 强行挑可以落脚的地方往前走 此时此刻 在我们前方大概五米远的位置 一堆杂草中有一条长长的 细细的东西 是一条翠绿色的小蛇 说起来 那玩意儿比麻绳粗步了多少 但是似乎看到那条蛇之后 凌如梦就吓得花容失色 不就是条小蛇吗 没事 没事 咱们换条路走 咳 我宽慰着他 刚准备拉着他往旁边走去 却没有抓住他的手腕 啊 有蛇啊 凌如梦突然疯也识的尖叫着 双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转头就朝着一边跑去 我看着他吓得惊慌失措的样子 嘴角抑制不住的上扬 嘿嘿 可算被我逮住了吧 平日里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魔女 居然怕蛇 这么一条小蛇就能给他把魂儿都吓飞了 这下我可算抓住他的弱点了 等夏令营结束回去 我高低得弄几条塑料蛇 好好的 还没等我在心里盘算好 这个坏坏的小念头 才注意到凌如梦受到的惊吓太过强烈 跑得飞快 钻过一片灌木丛 几乎就要看不见了 喂 你别跑那么快 等等我 我赶紧喊了一嗓子 跟在后面追了上去 山里的地形十分复杂 凌如梦没了命的不停往前跑 人在前面跑 混在后面追 我跟着他后面 也跑得见不如飞 生怕跑慢了跟丢了 那就真玩玩 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记得时不时扭头去寻找远方帐篷的尖尖 确保我们还能找到回去的路 但是我实在没有料到凌如梦被那条小蛇吓得那么厉害 他一口气 跑了足有半个小时 都没有停下来歇歇 我就只能紧紧地跟在他身后 跟着他跑了半个小时 等到凌如梦终于跑得筋疲力竭 扶着一颗树干喘口气 歇一会儿的时候 我也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摇摇晃晃地走到他的身边 我说 姑奶奶 你这也特夸张啊 那条蛇最多最多一米长 能把你吓成这样 我气喘吁吁 没什么好气地说 凌如梦带眉微醋 捂着自己的心口 扭过头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你闭嘴 死疯子 你是小时候没有被蛇咬过 不知道谁有多吓人 我小时候被一条毒蛇咬到 差点没救过来 你 你一点都不关心我 还在那说风凉话 说着说着 凌如梦俨然带了一丝哭腔 我立马回忆起了 他那天被我不小心瞄到 嚎啕大哭的样子 赶忙上前连声道歉 好吧 对不起 是我说错话了 我没想起来你小时候被蛇咬过 甩开了十万八千里了 其实我本来想说 在这样的山里面有蛇算什么稀奇的 没有蛇才叫奇怪的 但是 我哪敢说啊 我这话要是说出来 他非得跟我记不可 凌如梦看着我愧疚的样子 估计也知道我是无心的 用力地抽气了一声 硬生生地把眼泪憋了回去 哼 那我原谅你好吧 撕 我的脚好疼啊 刚才没命地跑 还什么都没有察觉到 这回停了下来 凌如梦才意识到自己的脚疼了很久了 这才发现在凉鞋露出的大脚趾上 那个木刺扎得很深 流出来的鲜血已经把凉血染红了一大片 啊 好疼啊 呜呜呜呜 这小姑奶奶 现在才后知后觉地捧着自己的脚 哼哼唧唧地喊着疼 我心里也很着急 这要是不尽快把木刺拔掉 进行简单的消毒 万一伤口发炎感染 那可也不是闹着玩的 看了看四周 我指着前方不远处的一个山洞说道 我们到那边去休息休息吧 看这天气 一会儿没准会下雨 要是淋湿了可能会感冒的 走吧 我扶着你过去 说着我就伸手准备架住她的胳膊 但是凌如梦把我的手给拍开了 撅着小嘴巴 张开双臂 背我 就这么俩字 她这几乎 是用一种禁似命令的口吻 我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 哎 没办法 谁让她现在是伤员呢 无奈地蹲下身子 这位伤员姐姐甚至还蹦了一下 跳到我的背上 我有些艰难地站起身 我说 你怎么好像 刚准备说她好像变重了 凌如梦就在我的肩膀上咬了一口 这一下 疼得我差点把她扔下去 哦 你属狗的 哼 你是属猪的 一点脑子都没有 我怎么就属猪了 居然敢说女孩子长胖了 你不知道这是最大的机会吗 我看你是一点都不疼 我满心无语地背着她进了那个山洞 山洞不大 差不多也就两米多深 我们两个在里面 都没法站着身子 只好猫着腰把它放在地上 捧起她受伤的小脚丫 脱下了那只凉鞋 这么会儿功夫 她的大脚趾已经肿了起来 我先帮你把木刺拔出 来 可能会有点疼 你忍着点 凌如梦咬着嘴唇 点了点头 我小心翼翼地用指尖 握住那个木刺 要尽可能轻微地动作往外拔 生怕二次伤害到她 好家伙 那个木刺扎进去 足有两厘米深 食指连心啊 凌如梦疼得浑身抽搐着 但还是十分倔强的 没有掉出一滴眼泪 没有喊出一声 拔掉木刺 还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 怎么消毒才是大问题 这黄角野外的 根本不可能有消毒的东西啊 别说是消毒了 就连看着干净点的水源都没有 这下麻烦了 我忧心忡忡地说着 刚才我看那个木刺上 好像不是特别干净 有些抬险的样子 这要是不赶紧消毒 可能会有感染的风险 要不咱们休息一会儿 我扶着你 咱们抓紧时间往回走呢 这几乎是眼下唯一的办法了 但是 直到这时 我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回头望去 目光所及之处 只有大片郁郁郁郁郁 我们迷路了 这个有些可怕的现实 瞬间缠绕住了我的内心 凌如梦 因为脚上太过疼痛 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走 我肯定是走不了了 我的脚太疼了 要不咱们想想别的办法消毒吧 我急得抓耳挠腮 哪还有别的办法 只有回去营地 找医生叔叔给你消毒才行 凌如梦看着我 一副想说什么 却又不好意思说的样子 犹豫了半天 才小声地张了张嘴 那什么 疯子 我听说 唾液可以杀菌 讲道理 这话一点毛病都没有 在野外受伤 没有办法第一时间 进行专业清疮的情况下 即使把伤口里的淤血和脏污 用嘴巴吸出来 不仅可以减少细菌的滋生 而且唾液霉中 的确含有一定杀菌的成分 但问题是 梦梦 你这意思是 让我 我有点猛逼 看看她的红肿的大脚趾 又看了看她的火红的小脸蛋 意思是 让我用嘴巴帮她的大脚趾 做清疮吗 是我理解错了 还是她真是这个意思 我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 林如梦这么娇羞的一面 我了半天也没有出个啥来 最后干脆一拍大腿 算了 我自己来 用不上你 说着就捧着自己的小脚丫 往嘴边伸 我的脑袋有点晕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情 我有点豪腾的一把 抓过她的脚背 还是我来吧 姑奶奶 女孩子的身上很香 就连脚趾头都不例外 哪怕是刚跑了很久 出了很多汗 我仍然能闻到 林如梦的小脚丫上 有一股淡淡的芳香 也不知道是真的香 还是我自己大脑内的滤镜所致 那毕竟 是我在心里 暗恋了很久的女孩子的脚啊 几分钟后 我把刚才被木刺扎中的 伤口里的淤血都吸了出来 站起身 抛出了兜里的一包餐巾纸 胡乱的给林如梦的脚趾头 做了一次简单包扎 呼 这下就差不多了 我的心跳得很快 不知道是因为刚才跑步累的 还是因为刚才帮林如梦 洗脚趾头上的伤口 激动的 梦梦也羞红了脸 低着头 小心翼翼的抬眼瞧着我 疯子 你都不嫌弃我的 他突然这样问 我撇了撇嘴 苦笑着说 拜托 那是臭脚丫子呀 怎么可能不嫌弃 只不过 只不过那是你的小脚丫子 我就不嫌弃了 我在心里这样想着 嘴上仍然没敢说出来 要是我自己的脚趾头破了 我都下不去嘴给自己吸伤口 但它是林如梦啊 是我的青梅竹马 是我暗恋了很多年的梦中天使啊 一阵小风吹进山洞里 卷起林如梦 额前的刘海微微抖动 突然张开了嘴 其实 我有个秘密 瞒着你很久了 听到这话 我感觉自己的心跳仿佛停了一秒 不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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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不成他要说 还没等我在心里意外完 只见林如梦突然流露出了一副狡猾的坏笑 嘿嘿 其实我随身携带了这个东西 说着 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盒子 酒精棉签 我无语了 我彻彻底底的无语住了 所以说我又上了一次他的当 明明他的口袋里有消毒最好的酒精棉签 却还是让我给他吸了脚趾头 对他来说 捉弄我到底有多好玩啊 我张了张嘴 抬起手指着他的鼻子 却是欲言又止 我已经没有力气吐槽和骂他了 常叹一气 坐在了他的身边 算了 你没事就好 我有气无力的说着 林如梦脸上的坏笑也逐渐凝固了 看着我仿佛瞬间苍老了几十岁的样子 他似乎也有点内疚似的 疯子 你生气了 我哪敢啊 哎呀 男子汉大丈夫别这么小气嘛 说了我没生气 那你笑一个给我看看 我连笑的力气都没有了 就在我准备闭上眼睛好好休息休息 再去想想怎么找回营地的路的时候 突然间 轰 天空一声惊雷 呀 我们在煽动 李雷声的震动感更加强烈 林如梦吓了一跳 一下子扑进我的怀里 呃 你们知道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吗 实不相瞒 我的第一反应是 好 太好了 这短短的一天时间 我就接连知道了林如梦的两个弱点 她不仅怕蛇 还怕打泪 这次夏令营还真是没白来参加 个鬼啊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想什么 我瞬间回过了神来 低头看着 紧紧抱着我的腰 阿脸埋在我的胸口 吓得瑟瑟发抖的林如梦 我是在做梦吗 以往 这样的情景 只出现在我自己一厢情愿的春 梦里 我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 好疼 太好了 不是做梦 此刻 现在 林如梦真的在我的怀里 紧紧地抱着我 这次夏令营还真是没白来参加 感谢木刺哥 我的内心居然一阵阵的窃喜 心脏怦怦的狂跳着 那个 梦梦 你很害怕打雷吗 我柔声问着 此刻的林如梦 再也没有了往日拿我开涮时的那副得意洋洋的姿态 就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小兔子 缩在我的怀里 浑身瑟瑟发抖 讨厌 你别说了 听着她娇媚的声音 我仿佛感觉到自己的心底 有一根羽毛 正在挠着我的痒痒 她那娇柔的声音 一下下的撩拨着我的心弦 只要一低头 我就能闻到 她长长的嗅发 散发的芳香 我的双手无处安放 犹豫了许久 我才缓缓抬起胳膊 轻轻地搂住了她的肩膀 林如梦没有抗拒 任凭我温柔地搂住了她 神啊 就让时间停止在这一刻吧 哪怕下一秒世界毁灭 我都觉得自己这辈子迟了 夏天的雷震雨是说下就下 说停就停的 因为担心 如果在下雨之前走出山洞 会淋雨生病 我和林如梦就这么一直 待在那个小山洞里 想等到雨彻底下完 等云开渐日再出去 雷声响了一整天 直到傍晚 漏大的雨点 才毫无征兆地突然落了下来 天色渐暗 山里的气温本来就低 没有了阳光的照射 加上外面正在下雨 山洞里的空气就越发显的寒冷 我和林如梦一直抱着 忽然感觉到她的身子 有些微微发抖 赶忙脱下自己身上单薄的外套 披在了她的身上 那可能 是我年少时最幸福的一个下午 小小的山洞里 只有我和林如梦两个人 惊喜相拥 但是 我却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心里的幸福感突然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丝内疚 和被得感 梦梦 你 是不是有喜欢的男孩子 时至今日 回想起来 我其实有些后悔 自己为什么要这么问 就不多逼 逼 好好地抱着她 享受着和她在一起的温存 不好吗 而林如梦给我的回答 也是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 当然有呀 她淡淡地说着 眉宇间 仿佛有一丝分外的娇羞 那是逗扣年华的少女 想到自己一中人的时候 会流露出的正常表情 我是不是见得慌呢 人或多或少都有点犯贱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脑回路 是怎么样的构造 因为我知道林如梦喜欢的是小伟哥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他那样一直抱着我 似乎有些不太好 但是既然已经开了口 再不说下去也不太合适 那 咱们现在这样 你喜欢的男生会不会吃醋啊 林如梦沉默了一会儿 才悠悠地说道 不会啊 那家伙是个木头脑袋 不会吃醋的 我既不知道那家伙知不知道我喜欢他 也不知道那家伙喜不喜欢我 一口一个那家伙 我知道 他说的是小伟哥 但是看他对小伟哥用的这种形容词 我的心里却忽然有些窃喜 看样子林梦没有跟小伟哥表白过 那等回去之后 见到小伟哥 我还真得问一问 如果小伟哥不喜欢林如梦 那我没准还有点机会呢 对啊 他在国外生活了那么久 没准早就在国外交到更漂亮的女朋友 林如梦这个有些暴力 有些脱陷的小村姑 他许是看不上啊 对了 眼下此情此景 让我心里萌生出了一个念头 不久前 我才毫不嫌弃地用嘴巴 给林如梦的脚趾头做了青窗 现在 他又被轰隆隆的雷声 吓得色缩在我的怀里 那现在 岂不是表白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我不敢多想 生怕再犹豫片刻 这机会就会稍纵即逝 从我的指尖溜走了 我的性格的确是有些优柔寡断的 我害怕 如果我再想一会儿 就会开始患得患失 丧失了对他表白的勇气 不等了 就现在 我也一臂 心一横 梦梦 什么 我有话 要对你说 嗯 你说吧 我听着呢 我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就在我即将说出那简单的四个字的时候 从不远处的灌木从后面 传来了一个呼喊声 李峰同学 林如梦同学 你们能听到吗 是的 夏令营的辅导老师们 花了整整一个白天的时间 才意识到自己的队员少了两个 都这会儿了 才找到了山上 听到辅导员的声音 林如梦立刻喜出望外的 从我的身上爬了起来 辅导员老师 我们在这里 你们终于来了 幸运的是 我们避免了饿死在山上 或者被传说中的野猪吃掉的危险 但是不幸的是 我此生仅有的 几乎唯一的 也是最完美的表白机会 就这么错过了 至于很多很多年后 当我看一次电竞比赛时 一个职业选手说出的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我此生仅有的机会 这么一句名言经句的时候 脑子里立马就想到了 初三暑假 那个夏令营最后一天的傍晚 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 不论如何 那么久才发现 自己带着的两个小孩子失踪 夏令营的辅导老师 有难辞其咎的责任 所以为了哄我们开心 让我们不要告诉家长 他们的失职 夏令营老师们特批 我和林如梦不需要参加比分排名 直接给我们俩一人 发了一个大奖章 谁稀罕啊 就算是参加评比 我和林如梦也是一个第一 一个第二 所以这个好消息的号 要打双引号呢 我俩不参加排名 只对第四名和第五名来说是好消息 小孩子的忘性还是很大的 睡了一晚 第二天夏令营结束 坐上大巴的时候 我和林如梦就已经忘记了 昨天的担惊兽怕了 甚至于我那没心没肺的脑子里 也差点忘了 就在一天前 我抱着林如梦 抱了整整一天 另一个更加让我振奋的事情 占据了我的脑海 看着手里沉甸甸的大奖章 再过不久 我就可以找到专门的NPC 用这个奖章 在他那里换取任务奖励一千块钱 林如梦也很开心 开心的都忘记了 找我提那一千块 一定要分他一半的事 简直不能更好了 他要是忘了这茬 那一千块就都是我一个人的了 能买足四百个三色杯 我不知道林如梦在高兴的什么劲 反正我是在高兴这个 随着大巴车 停在了我们家小区的门口 我们两个各怀心思 傻乐了一路的人走下车门 疯子 快看 有人来接我们了 林如梦似乎笑得更开心了 伸手指着前方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往前一瞧 还真是有个人站在小区大门处 冲我们挥手 而且那张脸我看着还有些眼熟 很快 我就知道了 林如梦这一路上到底在傻乐什么 在当时我的纯脑袋里 一千块的优先级比林如梦要高 那么在林如梦的脑袋里 有一个人的优先级 是要比分我一千块的一半要高的 小伟哥 我看着他 兴奋不已的喊了一声 朝着叶维跑了过去 一头扑进对方的怀中 我呆滞的站在原地 两眼一抹黑 小伟哥也很高兴 他抱着梦梦 在原地转了几个圈 才把我的心上人轻轻放下 怎么样啊 梦梦 夏令营玩得开心吗 开心 可开心了 小伟哥 你教我的夏令营拿名次的小技巧 我几乎都用上了 哈哈 那就好 我教给你的可都是我的经验之谈 是的呢 因为有你的帮忙 不光我拿了大奖章 就连疯子那个小笨蛋也拿奖了 说着 林如梦扭头朝我挥了挥手 疯子 你还傻站在那干嘛呀 快过来啊 咱俩能拿名次 可多亏了小伟哥呢 你还不过来 好好谢谢人家 是啊 我谢谢他 我可太谢谢他了 我谢谢他巴贝尔祖宗 且不说我和林如梦能拿奖 是因为夏令营最后一天发生的意外 就算是没有这个意外 我们俩也是前两名 但那完全是因为整个七月份 林如梦都陪着我一起每天去游泳 锻炼体能的成果 要谢 我也该谢谢林如梦 这跟叶伟有半毛钱的关系吗 那一刻 我的心中燃起了一股无名之火 甚至都忘记了 自己小时候也是跟在叶伟的屁股后面 一口一个小伟哥的叫着 那些童年的快乐已经消失了 现在的叶伟对我而言 就是一个要跟我抢林如梦芳心的情敌 我面无表情地走了过去 尽我最大的努力 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怨念 小伟哥 我小声说着 没有一点点感激的语气 叶伟没说什么 林如梦倒是不乐意了 双手插腰 气鼓鼓地对我说 疯子 你这是什么态度呀 我让你过来 谢谢小伟哥 你就这样感谢人家的 我仍旧面无表情 一个谢字儿也说不出来 因为毕竟是成年人了 比我们两个小孩儿懂事得多 叶伟满不在乎地笑了笑 摆一摆手 算了算了 梦梦 你也别难为小峰了 他估计是累到了吧 现在没什么兴致 刚回来能拿奖章 主要还是靠你们自己的实力 用不着谢我 小峰 你今晚好好回去休息一晚 明天我准备带梦梦去游乐园玩 你也一起吧 我没防备他会说这么一句话 什么叫准备带梦梦去游乐园 你叶伟是凌辱梦的监护人吗 不过是个比我们大几岁的小孩 神气个什么劲 我心里的醋坛子打翻 满心都只有浓浓的醋意 没给叶伟半点好脸 你们去吧 我想在家歇几天 说吧 我就静止走了过去 和凌辱梦擦肩而过 连头也没回 那两个人似乎在我身后 目瞪口呆地看了我很久 也没有叫住我 或许是他们叫了我 但我的耳朵里 只能听到嗡鸣声 夏令营玩得开心吗 怎么样啊 有没有拿前三名的奖章 老八笑呵呵地走了过来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当着他的面关上了自己的房门 嘿 这孩子 问你话呢 犯什么毛病这事 紧接着 客厅里又传来了老妈的声音 好了 你就别问了 我供摸着 八成是这小子没拿到名次 心里不开心了 听外面的动静 似乎是老妈捡起了我的背包 拉开大链看了看里面的东西 叮铃当当的一声 那应该是老妈 拿出了我的那枚大奖章 不对啊 他这不是拿奖了吗 哟 还真是啊 我都没想到这小子真能拿奖 瞎说什么呢你 咱儿子哪不行了 凭什么就不能拿奖 我不是那意思 等等 既然这小子拿了奖 怎么情绪这么低落啊 不是应该一进家门 就兴高采烈地来找我对奖吗 老爸说的没错 按理说 我是应该像他描述的那样才对 如果不是看到了叶伟的话 我关着房门 把头埋在被子里 好像有什么人在我的心上割了一道 一边滴血一边嘶嘶地疼 那个时候我还不懂感情 看到过一些文学作品中说 真的爱一个人 就要成全他 如果他有了自己喜欢的人 就应该放手让他去追逐自己的幸福 我当时还觉得 嗯 很有道理 现在看来全是狗屁 这种话一定是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 有老婆的人才说的出口 真的放到自己身上 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么洒脱呢 就在老爸老妈 都对我的异常举动一头雾水的时候 客厅的电话响了 老妈走过去接了起来 喂 哪位 啊 是小伟啊 你什么时候回国呢 听到是叶伟打来的电话 我的心里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这家伙搞不好是要跟我爸我妈告我的状 说我刚才对他不礼貌了 但是事实证明 这只不过是当时幼稚的我 对人恶意的揣测 小伟你说什么 小峰可能身体不舒服 是啊 我也觉得不对劲的 他拿了奖状回来都不跟我和他爸炫耀 就直接回自己房间了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小伟 你看还特地打电话跟阿姨说这个事 行吧 那一会儿等他好一点了 我来问问他 听着叶伟和我妈的对话 八成是凌如梦告诉他 我可能身体不舒服 才情绪不对劲的 总之 他肯定是没有跟我爸我妈告我的状就是了 是我小人之心了 我一个人趴在床上 房间里空荡荡的 只有令人耳鸣的安静 我趴了很久很久 心里难受的 抓肝脑肺 其实我是自卑 叶伟长得又高又帅 不光是凌如梦 我们那一片的小姑娘就没有几个不崇拜他的 再加上幽默风趣的性格 帅气英俊的外表和善解人意的内在相结合 叶伟简直就是女生完美的梦中情人 最气人的是 这个少女杀手在美国读高中的时候 还经常去健身房 练出了结实的肌肉 这下更没有多少女孩子能抵抗他的魅力了 我 李峰 唯一的特长是睡觉 我要拿什么跟叶伟斗 我要拿什么 去跟叶伟抢灵如梦的心 在小伟哥面前 我的作用几乎只有一个 就是衬托出那个阳光大哥哥更加英俊潇洒 帅气逼人 越想越难受 越想越难受 就在我打定主意 要把头塞在被子里大哭一场 这时候 老妈敲响了我的房门 小峰 妈进来了 我愣了一下 听到我的房门锁孔嘎啦啦的响 老妈不知道什么时候 配了一把我房间门的钥匙 直接打开了被我反锁的房门 走进我的房间 静止坐在我的床上 刚才你们小伟哥哥说 你可能是夏令营的时候生了病 不舒服 以我看不是这样吧 好儿子 跟妈说吧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老妈还是很了解我的 我是生命不舒服 还是心情不美丽 她每次都能一眼看出来 于是乎 我把即将绝地的眼泪又忍了回去 没事啊 我没什么 就是夏令营的时候太累了 我休息几天就好了 老妈看着我 撇了撇嘴 行了 你就别装了 小伟刚才告诉我 明天准备带孟梦去游乐园 说要带你一起去 你不干 你这臭小子连游乐园都不想去 还说没有心情不好 呵呵 叶伟还真是 有什么说什么 连这话都告诉我妈了 不知怎的 我的心里的火一下子又被激起来了 一脚灯开被子 坐了起来 是啊 游乐园我当然想去 而且还是跟孟梦一起去 我就更高兴了 但我就是不想跟叶伟一起去 老妈被我这突如其来的一通喊叫给吓到了 她愣愣地看着我 不是 小峰 你这好好的 又在发什么神经呢 小伟怎么招惹你了吗 我鼻子一酸 终究还是没有忍住 一行眼泪从我的眼角滑下 不 小伟哥没有招惹我 只是在那个完美的男孩子面前 我显得是那样的微不足道 我只是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可以有人这么完美 这么不给其他人活路 说着说着 我浑身无力地瘫到在老妈的腿上 哭得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老妈到底是过来人 听我刚才说的这些话 仔细地思考了一下我对小伟哥的态度 很快就明白了过来 我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搞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 小峰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明天就更得和他们一起去游乐园了 否则的话 你将来可一定会后悔的 当时我还没有明白老妈的意思 我的心里只有满满的不甘和委屈 不 老妈你不明白 我其实对梦梦一直一直 还没等我说出口 老妈就温柔地摸了摸我的脸颊 微笑着摇了摇头 傻小子 你有什么事能瞒过妈的眼睛啊 妈早就知道了 你喜欢梦梦 对不对 我的心思完全被老妈看穿 这让我觉得自己更没用了 连一点秘密都藏不好 老妈却还在继续说着 你们这个年纪的男孩子女孩子 会对异性产生好感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等你将来长大了 真的要找一个女朋友谈婚论嫁了 那个时候对异性的好感和现在就又不一样了 所以啊 按照我的想法呢 你还是不要纠结太多 有机会的话就和梦梦多走走玩玩 不要给自己的青春留下遗憾就好 遗憾 相比起遗憾 我更害怕失败 更害怕被叶维比下去 我心里这样想 嘴上却没有说 我知道了 老妈 你出去吧 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我重新回到枕头边躺下 闭上了双眼 心里难受的滋味儿 一点没有比刚才少 老妈叹了口气 哎 行吧 该说的呢 妈都跟你说过了 你自己拿主意吧 小风 妈最后跟你唠叨一句 老妈站起身 走到了我的房门口 没有回头 淡淡地对着身后的我 放下了一句话 其实重点不在于小伟和梦梦的关系怎么样 而在于你有没有勇气去和梦梦一起制造快乐的回忆 如果你因为害怕被小伟比下去 就躲在家里 像个失败者一样自怨自艾 等到了失去的时候才想珍惜 一切就都完了 老妈离开了我的房间 重新帮我带上了房门 房间里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老妈的最后一句话 我琢磨了很久 也没琢磨出个所以然来 有句话她说的没错 我就像个失败者 害怕自己远不及夜尾全身上下散发的光芒 所以干脆不敢去面对林若梦 但是没关系啊 再过大半个月 高中就开学了 到那时 我和林若梦会分在同一个学校 我们每天都能见到面 当时的我就是这么想的 等到了那时候 就没有夜尾这个情敌的捣乱了 优势在我 只要这个暑假结束时 林若梦和夜尾没有成为男女朋友 只要狗过这个暑假 那胜利不就是 什么 爸 你再说一遍 三天后 晚饭时间 那三天时间里 林若梦给我打了很多个电话 我一个都没有接 我大概能猜到他要跟我说什么 无非是小伟哥带他去了哪些好玩的地方 向我炫耀 他们玩得有多开心 我听不得这些 晚饭时 我走出房门 来到餐周边坐下 恰好听到了父亲和母亲的聊天 也听到了一个让我不敢相信 且无法接受的消息 呃 我说 我刚才出门买东西碰到了你林叔叔 他正在楼下搬东西呢 梦梦一家要移去美国 他会在美国上高中 以后可能就不会再回来了 哎 小峰 你要上哪去啊 我全然不理会父亲在身后的呼喊 拽开家门 夺门而去 和那天在山上迷路 躲在山洞里的时候一样 暴雨倾盆 我跑到了林若梦的家门口时 全身都已经湿透了 人居悟空 那一天 我用低血的内心作为代价 学会了一个重要的人生知识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其实都是上天的眷顾 有很多 我们以为不会失去的东西 其实随时都有可能从手中溜走 没有什么是一定不会失去的 尤其 是在你不够珍惜的情况下 我站在林若梦家 空荡荡的客厅里 这才恍然明白 什么是不听老人言 是亏在眼前 老妈分明提醒过我了呀 珍惜还能和林若梦 在一起做朋友的时间 哪怕旁边多一个夜尾 那又怎么样 我大可以无视小伟哥的存在 全身心的和林若梦一起开心的玩耍 但是我退缩了 我像个懦夫一样 躲在家里躲了三天 夏令营结束的那天 竟然就是我和林若梦见过的最后一面 我要怎样才能提前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就由自取 一切都是我活该 就在我像行尸走肉一样 摇摇晃晃的准备离开他家的时候 忽然注意到大门后面 粘着一张纸条 我用颤抖的手轻轻将他摘下 看着上面娟秀的文字 奔跑 我在雨中狂奔 仿佛只要跑得足够快 就能让时光倒流 回到三天前 不计较夜尾的存在 开开心心的和林若梦一起在游乐园玩耍 但是我跑得还是太慢了 我不仅没能让时光倒流 甚至也没有赶上林若梦搭乘的那班火车 当我一路翻越了无数障碍 引得一众火车站工作人员的跺脚大骂之后 最终 却只是看着那班开往上海的绿皮火车 明着汽笛 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连车厢末尾都没有碰到一下 我望着火车远去 脚下一软 瘫跪在了地上 手掌无力地瘫开 那张小纸条被一阵寒风卷起 吹向了天空 追随找火车远去的方向 消失不见 李峰 我走了 很高兴这么多年 有你这么个朋友 如果你看到这个 我应该已经在开往上海的火车上了 即将搭飞机去往海外 不知道未来还会不回来 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但是给你打了很多电话 你妈妈都说你不想见 那可能 说明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和缘分 就只够走到这里了吧 但还是谢谢你 疯子 谢谢你来到过我的世界 在最后的相处中 还是给我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回忆 再见了 疯子 该抓住的 我一个都没抓住 该说的话 我一句也没说出口 还有 该明白的道理 我一样也没能明白 就好像时至今日 我都不知道那句fussati 究竟是什么意思 但是古话常说 犯错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知错不改 只要学会总结 有心改错 那年少无知时 犯下的错误 也会成为一笔人生财富 高中的我失去了零如梦 也丢掉了自己唯一一个爱好 我用整整三年的时间 全身心地投入在了学习上 我发誓 一定要以优异的成绩 在三年后考上一所好大学 最好是能获得 美国全额奖学金的那种 要是没有奖学金 我到了美国留学的时候 就得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了 刚上高中的时候 我是这样想的 但是真到了高考的时候 我的心思就又发生了改变 因为父亲的身体不是很好 我不敢离开家乡 我害怕错过更多 失去了就不会再回来的东西 高中毕业后 我在家附近读了一所 普通的一本大学 可能就像零如梦给我留下的 那张我后来也没抓住的 分别纸条上 说的一样 我和他的缘分 或许就这么走到头了 就那样 结束在了初三毕业后的暑假 回过头看看 夏令营的最后一天 在那个山洞里相互依偎的几个小时 可能是老天爷 在我们的缘分游进灯库之前 给我们留下的最后的 也是最美好的回忆 大学毕业之后 我从事了一份很平稳的工作 赚的不算少 也不算很多 一年二三十万 刚好差不多够养家糊口 刚毕业的那几年 我都会在想 零如梦到了美国 是不是就可以和小伟哥 每天在一起了 那他应该很高兴吧 不知道他和小伟哥 是不是已经修成正果了 我记得 零如梦的梦想 是成为一名音乐家 美国乡村音乐是他的最爱 不知道他会不会和叶伟靠在一起 在秋日的午后 晒着暖阳 弹着民谣吉他 夫唱夫随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五点四十六分 晚高 风堵在路上 是不是很烦躁呢 别心急 为大家送上一首美式乡村音乐 5 2 ZERO 希望大家能在舒缓的音乐中 抚平心绪 想什么来什么 车在电台的声音 把我拉回了现实 看着眼前的绿皮车 慢悠悠地开过 听着那首乡村音乐 慵懒舒缓地调调 还挺好听的 收藏起来吧 是叫什么名字来着 520 好像是 等等 520 520 FTZ 我恍惚间明白了什么 如果说 FTZ对应的是50 也就是520 FTZ OTOF 520 1314 520 1314 我 明白了 穿过整整20年 岁月厚重的尘埃 我明白了 我终于明白了 当年凌辱梦给我留下的那些字母 是什么意思 那个在山洞里避雨的下午 我问她是不是有喜欢的男孩子 她说是 而且是个木头脑袋 被她一口一个那家伙称呼的 其实是我 是我这个木头脑袋 我看着眼前 慢悠悠行驶的绿皮火车 时隔20年 我终于抓住了 抓住那个20年前 凌辱梦想传递给我的信息 两行热泪 从我已然开始有些皱纹的眼角 滑落了下来 一边哭 我的脸上却一边带着笑容 太晚了呀 李峰 你明白的太晚了 如果早一点明白过来 你和凌辱梦其实是双向奔赴 那能少走多少弯路啊 我带着笑容和脸上的眼泪 转过头 看向车后座的妻子 原来你当年 是这个意思啊 在我的车后排 坐着我最爱的女人 和在她怀里熟睡的 我们的儿子 凌辱梦对我比了一个虚声的手势 虚 小点声 别把小涛吵醒了 我说老李 你好端端哭什么 你是明白什么了 二十年过去 凌辱梦的脸上 也平添了不少岁月的痕迹 只是在我眼里 她始终都是这么美丽 动人 和初三毕业的那年夏天一样 也和我二十五岁那年 在机场偶遇她时一样 岁月不败美人 说的就是我漂亮之姓 又性格开朗的老婆 凌辱梦 我终于明白了 那年你在同学路上 和凌出发去美国前 给我留下的小纸条上 写的那行英文 是什么意思了 5201314 这串数字英文的首字母 对吧 我的声音因为激动 有些微微颤抖 凌辱梦那双清澈的大眼睛 和我对视着 一抹红韵 悄然浮现在脸上 嗨 原来你说这个呀 笨死了你 这么简单的一个谜题 你居然花了这么多年 才搞清楚 还好意思跟我下班呢 出戏劲 我还以为你是因为 被公司裁员了 难过的哭呢 来 我给你擦擦 我释怀的一笑 看着她为我擦去 脸上的泪痕 轻轻握住了她的双手 你老公我 怎么可能这么颓废呢 从那年夏天 我以为自己 永远地失去你之后 我就暗暗在心里发过誓 这辈子 我绝对不会再做 任何一件懦弱的事情 随着话音落下 那辆从20年前 开来的绿皮火车 终于开向了远方 横竿抬起 后面的司机 在按喇叭催我 快点挪沃了 好了好了 知道了 肉麻死了你 快开车吧 哈哈好嘞 咱们一会儿 去买几个三色杯吧 我突然想吃了 真有你的阿老李 被裁员了 你不担心下份工作怎么办 居然还有心情吃冰淇淋 我这不是 想起咱们小时候的事了吗 突然就想吃了 还有啊 我已经跟小伟哥商量好了 我们一起开个公司 一起创业 哟 你和小伟哥还有联系呢 不把他当情敌了 什么话 你当年也没告诉过我 他是你表哥啊 全文完